我們現在要講解另外一題比較進階的反例 二的一次方等於五則 這異常算比較複雜的指數率會等於多少 這個已經可能畢竟我們高中學的對數的部分了 所以如果真的研科恩要來看的話 應該是國高中銜接比較模糊的地帶 可以考到這麼難 當然也不一定要到這種程度 我們試試看 首先呢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先要有一個小小的背景指示 先問自己 3的a次方等於9 這大概很簡單 因為9是3的2次方 如果問a這個位置數 a馬上就可以知道等於2 OK 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那你再想想如果是3的b次方等於7呢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知道b是多少 至少國中的我們就知道 那在高中的時候我們會告訴你 這是多少 這就是高中你們要學的嘛 可以嗎 那如果今天告訴你3的b次方等於7 進一步問你說3的b加1a 這個同學你就要會算 為什麼 我們可以用指數率把它寫成 什麼相加拆成相乘 這是3等於次方 所以你可以寫成7乘1等於7 可以嗎 欸 可是很不好意思 這是3嘛 7 3 2 1 那為什麼這是7 因為把3的b次方等於7 帶進來 是不是就等於7了 可以嗎 大家不妨可以按一下站成 看一下這部分的式子 是不是OK的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一人串帶 不能快就過去了 OK 好 我們繼續了 來老師把它插掉 那這一次我們怎麼做 一樣要用到代換法 代換法 那怎麼代換咧 文令這個 是原式 我們寫一次 原式能是什麼 是不是可以寫出來相減 剛剛是想加 相減是不是就是什麼 相除 所以我們寫出2的3a次方 除以2 可以嗎 可以嗎 除以2的一次 加上什麼 2的-1次方 這個OK齁 次方有負寫 再來分明齁 所以是2分之1 可以嗎 再來2的2a 除以2的一次 加上什麼 這也可以一樣齁 2的-1 就是2分之1 所以是2分之3 來我們很快的寫完 問題來了 這個怎麼辦 3a 那是不是要跟2的a次方 其他關係 怎麼看得太 很簡單 寫作2的a次方 的3次方 除以2 加上2分之1 下面依舊 2的a次方 的2次方 除以2 加上2分之3 OK 簡單吧 2a就可以代換了 2的a次方 5代進來 5的3方 是125 125 然後寫起來 右側 寫作125 為什麼 這個就是5的3方 拿黑筆 5的3次方 這也是5 這是5 可以把它5的2次方 那我們就寫完了 5的3次方 除以2 加上2分之1 5的2次方 25 25 除以2 加上2分之3 合併一下 分5都有2 是不是都可以約掉 我們可以不看 所以是126 只看分子的部分 25加3 28 所以我們約分一下 這個約分沒有很難 是不是可以同除 同除多少 是不是 我們慢慢說 我們先同除2 14 除以2 63 還可以除 除以7 79 63 所以答案是2分之9 OK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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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